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這次的萬迷早晨節目 首先跟大家說聲 現在我在新聞台做一個系列的節目 叫做《萬聯救援,祝哥青體,是誰救魔性》 大家可以有份參與 我會在一隊球員,每人都會幫他做一條影片 講一下他在萬聯中的事件 我會講一下我對他的評價 我會幫他比分 分數是由一分至十分 當然一分是最低,十分是最高 你覺得他有多適合做萬聯球員 以及他有多有魔性 大家都可以評分,大家記住 一定要在新聞台 每個個別球員的影片 你給的分數是給各位球員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今天精選的萬聯新聞 每晚都會在新聞台的資訊 但大家可以看 但給分數是不能這樣計算 因為一條影片有三個球員 或者兩個球員 有時就不知道誰是誰 所以記住 如果要給分數參與 節目系列的話 就要去 新聞台相關的片段 例如你想給寶爸的影片 亦為了方便大家 我已經做了一個playlist 名字叫做 萬聯球員逐個清 看看誰是足夠魔性的 OK 大家可以在搜尋 那個playlist 或者 在我最近的影片 我會在 右上角的IG 我推薦的影片 也會有這個playlist 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 可以在那裏做 OK 這一節 昨天有朋友說 大巴 為何你不說 斯朗那件事 又不說普巴那件事 當然 斯朗 會回來萬聯 我真是一般想說 普巴 亦都說了很多 但是 今天 就會說回 為甚麼 因為昨晚我終於有空 聽了 Duncan Castle 鄧銀寶 一個最新的Podcast 他當然是說了很多 還有大家要記住 其實在11月的國際賽日 開始 就會 這些轉會的事宜 或者傳聞 開始 所以大家要記得 每一年 都在這段時間 就開始說 1月轉會槍 所以我都會慢慢 有些相關 我覺得值得 跟大家分享的 轉會消息 也會跟大家分享 OK Duncan Castle 當然是最喜歡這些 還有我有時 說真的 Duncan Castle 究竟 他的資料有多堅 我就不知道 或者大家自有分享 自有分曉 自己有分析 但我覺得他有時 他將 故事性 相當之強 儘管看看 他現在 我先說了普巴 接著就說斯朗 那個故事性很強 為甚麼 其實他不是先說普巴 先說甚麼 就是說艾力神 傳聞會離開祖雲達斯 他就說 艾力神離開國米 他就說乾地 如果他不用的球員 他真的不會用 有他放在這裏 艾力神 說真的 雖然他的薪金也不錯 但問題是他很想 踢歐國盃 所以他也想爭取這個表現 剛才他代表國家隊 不是這場 之前那一節 代表國家隊也有入球 究竟他要離開國米的話 他有甚麼路向呢 首先 回到二次 基本上已經沒有可能 因為當時 二次也開了不錯的條件 想他留下 但他當時 說我要 經歷一下其他聯賽 所以我不踢英超 所以 他回到二次的機會 還未負其美 再加上 二次的功力 都相當夠勇 甚至加力 哈利簡尼 都可以回後製作機會 給孫英文 所以 在攻擊方面 真的夠了 火力 所以艾力神 沒有甚麼機會回去 再加上 Daniel Levy 對於你當時 軟距我們 我沒理由 吃你的回頭草 其實艾力神當時很想去皇馬 根據鄧肯寶所說 王馬的會長 佩雷斯 都很喜歡他 所以現在 有個可能性 在一月的時候 皇馬真的有可能 購買他過去 甚至還會付回 住會費 因為 因為暑假 其實 皇馬沒有簽過任何人 所以 在財政上高 他應該是有些錢 因為 簽艾力神也不會太貴 所以有機會 為甚麼會簽 艾力神 其實主要有一個原因 他的踢法 有點像摩迪 鄧陶寶說 就是皇馬的人覺得 如果 如果艾力神去皇馬的話 摩迪年紀大了 也要退下來 這個轉折 這個皇馬的中場轉折 基本上是很順利的 不會有太大的阻滯 但問題就是 佩雷斯是喜歡阿力神而已 但聽聞斯丹是喜歡普巴的 所以 究竟 皇馬要重組中場 是會跟領隊的喜好 找普巴 不找阿力神 還是跟佩雷斯 找普巴的喜好 找阿力神 不找普巴呢 這個 真是 沒有人知道 或者 看看 一如如何發展 OK 好 另外 亦都這樣說起普巴 首先說普巴 要說近期的事 剛剛他代表法國國家隊上陣 那場球輸了給芬蘭 說真的 我沒有看 不知道他踢得如何 但是 媒體就說他踢得一文不值 亦 很撐他的 迪根斯 我不知道他在賽後說什麼 因為我沒有看到報導 但是賽前也很差他 輸了球 因為這場球 據我看到的報導 沒有很多副選 但是普巴和基奧特 是領軍 其實可能 迪根斯也打算夠踢 誰知道他踢得不到 所以這場球雖然我沒有看 但是我的評估 亦都可能證明了 普巴真的要 跟一些厲害的球員踢 才能發揮 才能帶領 帶領著對球 如果他身邊的球員不夠勁的話 他的功力或者發揮效力 的確是沒有那麼好 我只是估計 因為我沒有看一場球 OK 那究竟普巴怎樣呢 鄧肯寶也說了一些 以下說的話 鄧肯寶說了 我再重申一次 可能有些萬維覺得 鄧肯寶你說得很對 這就是我們的估計都未頂 聽著怎樣 普巴 其實如果繼續在板凳上高 拿不到正選的話 就肯定不開心 他亦都不是完全亂說的 因為他說 迪根斯法國國家隊領隊都出聲 尤其是現在 他的位置還要輸給費特和麥湯 他真的不太開 即是不太強勁 以下的 就是鄧肯寶說的 他說普巴在訓練的時候 訓練得不太好 那個態度也挺差的 尤其是 即是他現在沒有正選 他對 蘇斯特查的態度 就不太理想 OK 但是他就說 其實蘇斯特查都猜到的了 他都知道 如果他不讓他正選的話 這些事件是會發生的 所以 現在都要看看蘇斯特查 怎樣去繼續處理 這件事 最慘的是什麼 他說 Ed Woodward 就想著 這個很大的投資 他想著拿回他投資的錢 即是拿回 9000多萬磅 的絕會費 甚至乎希望賺錢 但是蘇斯特查就覺得 他就比較喜歡用一些 他用了之後 有 戰果比較好的球員 即是我們經常說的 用死過正選十一人 所以 在現在這段時間 普巴就不屬於正選十一人裏面 所以 免得過 盡量找一些藉口 或者找一些原因 就不要讓他打正選 但問題就是 現在始終到了 樽頸位 Ed Woodward 仍然希望可以賣走他 賺錢 起碼打個禍 蘇斯特查又覺得 現在我打得順的時候 沒有你的份 而普巴 當然沒得踢 就是所有人都不開心 還有 阿丹卡索也說 其實中招 對於他來說 都好像 未能復原 得很好 因為他就說 他中了一招之後 一直都不夠比賽 讓他拿回狀態 說真的 這件事 我覺得 跟蘇斯特查說的吻合 大家記不記得 在開季的時候 他就說 希望讓普巴落場 拿回狀態 這件事 我不知道 是另外有消息 還是基於蘇斯特查說的 而說這件事 但是明顯地 普巴的確在今季 的時候 那個狀態 或者 情況 是一般的 在落場的時候 所以 還有 Airwood 和蘇斯特查 很明顯的目標 都有少少分野 哪裏分野 就是 蘇斯特查 很想 萬元 踢好一點 保住稅位 但Airwood 只是想錢 剛剛也推出了財政 會計仔說他下個星期會有空 所以他下個星期可能會 推出一集節目 講講 木仔的財政 我下一節 今天下午的節 都會講些少 但詳細都要留待 會計仔幫忙分享 因為他真的懂得多一點 我懂得少少 這就是普巴事件 所以普巴 老實說他剛剛在國家隊 又告訴我們 我覺得 起碼 如果你不是跟麥巴比 基士文那些 原來你的比波 都是始終 其實是正確的 他比波準 都要先接得到 所以是真的 這件事 但這件事 可能對 究竟他走不走到 是怎樣 因為我昨天的節目 跟CY聊天的時候 都說了 其實到現在 無論他打成怎樣 都覺得他好 所以 其實只要有錢 和黃馬 根據 很多人說 斯丹真的對他有興趣的話 其實 絕對 他就 有機會賣走他 但問題是 究竟黃馬給不給那些錢 或者 可不可以大家談談 不要給那麼多 OK 這節先到這裏 下午那節 才跟大家說 私浪 因為我還有其他題目 想一次過說 下節 下午那節 再一次過說 這節先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